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静的情境中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意境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光明磊落 我们在大壮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可而止 然后我们尽量地培养自己的一股光明磊落的 修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保持得久一点 为什么说只能保持久一点呢 你看虚挂状 他就说得很明白 物不可以中状 没有哪一个事物能够长期永远地保持那种大状的状况 不可能 你看人 小孩的时候就寄望着长大 可是到了状年 你就知道老之将至 这是很自然 而且是必然的 任何事情 它都是一个正常的曲线 它慢慢由弱而强 由小而大 可是很快它会由心而摔 没有人例外 没有事物 可以避免这种状况 既然事物它不可能中状 那怎么办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精进 不断地进取 然后使得什么 使得它能够延长它壮胜的那个期间 故受之以尽 所以大壮挂的下面 就安排一个尽挂 尽者 尽也 你看它用进步的尽 就告诉我们 你精进 就是要自求进步 所以活到老 学到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 由弱变强 再由强变弱的过程 这也正反映了 易经中的胜衰之力 因此当我们的人生 到达了大壮的位置 一定要按照进化的道理 不断地修炼自己 以求得经济 从而延长人生高峰的持续时间 然而要正确践行进化 在时间的把握上 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进卦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我们不但要长进 而且要有成果 因此呢 杂卦传 它写了这么两个字 进 咒也 咒是什么 咒就是白天的意思 你看那个挂像 上下两个挂 上面那个挂是太阳 下面这个挂是大地 太阳普照大地 有好几种状况 一种是说 这是白天 一种是说 那个烈日当空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个太阳 是在哪里没有错 可是乌云蔽日 你根本看不见 都有可能 那我们到底取哪一个呢 我们先看大象传 所讲的 明处地上 下面是昆卦 就是大地 上面那个太阳 它不用日出 你也可以用日出地上 可以啊 太阳高高挂 然后晒得大家很要命 通通躲起来 连出去工作都不行 那个太过分了吧 所以他用的是明 只是光明 普照大地 普照大地 不是目的啊 普照万物 让万物都能够 心心向荣 普照人呢 就告诉你 现在是白天 不要去睡觉 要好好出来工作 这就对了 我们一个人 你的生活规律 要去配合 自然 你就会 跟自然取得一致 大白天睡觉 大家马上想到一个人 叫做翟宇 翟宇其实读书读得很好 德性也很高 他是孔子很喜欢的学生 可是论语上面讲得很清楚 翟宇 就是他 大白天 他居然在睡觉 那孔子把他骂得真之事 很难得那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 翟宇 就是他没有照镜挂照 白天 你睡觉 你睡过头了 没有关系 你就赶快 来工作 就好了吗 赶快恢复正常 有没有事了 没有 他进去还跟老师道歉 我因为睡着了 睡过头了 所以才知道 来看气不气人 所以这里面就是要有成果的观念在里面 太多的人 他迟到已经耽误的事情了 还在那里讲半天理由 这是最惹人生气的 白天 有太阳 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是很漫长的 你看眼看太阳升上来 一眨眼 那个太阳就要落下去了 这就告诉我们 时间是很宝贵的 你要充分好好去利用 不要浪费 中国人说 一寸观音一寸金 寸金还难买寸观音 你有金条 你能去买时间吗 金条什么都可以买 就是不能买时间 可见时间比什么都宝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怎么样 金挂的这个阻止就出来的 你一定要有所为 但是一定要有所不为 这个有没有成就是看你能不能保卫到这一点 我要利用时间 我要好好做事 但是我不能做那种乱七八糟的 做那种没有用的事情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求天人合一 也就是人的生活规律要符合自然 通过学习《易经》《杂卦传》和《净卦》的相词 我们可以知道 做事情要尽量选择在白天 并且要养成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那么金挂的挂词和团词 又进一步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挂词说 进康侯用西马凡数 康侯是什么 康侯是那些安定国家的公侯 是替天子分治各个地方的人 因为皇帝那个国家太大以后 他没有一样的事情对他管 没办法 他必须要让诸侯替他去分担 西就是赏识的意思 凡数就是众多的意思 用西马凡数 就是说国王为了表示 他很感谢这些康侯替他分忧分劳 因此他就送他很多好的麻痹 送多少 昼日三阶 一个短短的白天 你就多次的接见 那为什么不说一日 要说昼日呢 就告诉我们 晚上你要让大家好好的去安静的休息 不要去吵人家 所以这个昼日就正好符合静挂的意思 有什么事情 大家白天好好利用 晚上的好好休息 不像现在 白天多次的找你 晚上还跟你 这个发短信 还规定你这个 二四四小时 不能关机 那就违反了这个 爱抚 关心 你的干部的那种 好意 吞词 他说静 静也 静是挂明 这个吞词 提供我们长静的一个过程 人要求长静 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来 明处地上是指什么 指上面是离挂 离挂就是太阳 就是光明 就表示这个太阳 没有被乌日所遮掩 使得大家心情很好 使得大家方便 出外去工作 明处地上 地就是昆挂 昆挂一定要顺应这个太阳 他所给你的时间 你好好的把正事做好 顺而利复大明 所以这个下坤 他是什么样呢 不但是很顺应 而且他复立在太阳上面 这个就是日处而坐 日入而息 作息 都要顺应自然规律 这一点 对现正人来讲 是更加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上次颠倒过来 大白天 他睡觉 什么事都不说 晚上他就出来了 越晚精神越好 我实在很奇怪 为什么要用那个 二十四小时不休 而且中年无休的那种店 干嘛 你就是鼓励大家 你可以不按照这个作息吗 所以有些事情 你说算是好意还是坏意 那看你怎么去判断它 柔静而丧行 六五 他是很阴柔的 可是他现在上升到军位 就表示他不简单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他有高明佩天的德性 才有办法有今天的成就 那既然是这样 就叫做明君 我们以康侯用西马翻书 我们就可以看到出来 他透过赏识 这些替他分忧分劳的 让他很信任得过的 康侯很多马屁 来安定他们的心 让他们越来越归顺于他 咒日三节也 就表示时常在进行这些事情 你不能一段时间 然后隔很久 那些康侯就觉得奇怪 是不是你在怀疑我什么呢 怎么一下子又冷淡下来呢 这样人与人之间 就会产生隔阂 记住人与人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 庄则曰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紧挂不仅反映出了一种顺乎自然规律的作息制度 同时也反映出了一种关心下属 维持信任度的用人智慧 然而要维持信任度 不仅需要关心下属 更需要维持一种开明的局面 那么要怎么做 才能维持这种局面呢 大象砖 民出地上 进 就是说太阳出来 你要无私地普照 忘事忘物 那君子看到这个状况 他就知道了 这四个字是至关重要 自遭民得 君子看到太阳 他就太阳也没有做什么 他只是就这样 说难听 就是放来放去而已 早上放下来 下午放下去 他又没做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忘名忘物 都会歌颂他 都会感谢他 都会配合他 他说知道的 我们人其实也不必多讲话 也不必多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 用你的高明的修养 到底照明谁 是不是照耀所有的人 我们不是太阳 我们怎么照耀所有的人 制造明得是用来照亮自己 我们常常眼睛只看到别人 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不对 从来没有看过自己 有一天你会发现 别人的错 你都有 那你会不会很难过 所以圣人说 我们只能够明白自己原来具有的 那个好的品性 我们把它发挥出来 恢复它原来的光辉 那就好了吗 还要怎么样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大学 他首先就告诉我们 大学知道在明明得 这明明得就是制造明得 要靠自己 我怎么样 你看那个小孩子 他会做坏事吗 他不会 他只是不懂 所以小孩会做坏事 其实这是后天 把他带坏的 没有人说天生 你还就是坏杯子 没有 可见那个父母的教育很重要 他本来是一张白纸 他本来是明亮的 你把他乌乌染黑的 然后你再骂他 不对 你看老子说得更清楚 自知者明 什么叫做明 就是自己了解自己 我们要了解别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叫做知人不义 但是呢 知己是更难的 有人一辈子不了解自己 别人都把你看透了 你还在那装 装什么呢 一般人 读自己以为 他是对的 读认为别人 看不懂他 读认为别人误会他 冤枉他 事实上 这是害己害人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静这个字 他是对干部来说的 你看 部数要升迁 他一定有 俊有逆 一定有忠有奸 一定有正有邪 他都有 如果君王不能够自遭明德 那他根本就分不清楚 那分不清楚 你怎么能够维持这个开明的局面 所以你常常被鱼目愤租 坏人 你很欣赏 那好人 你反而误解他 那这个静 就是 没有好的成果 就不能有成 常言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作为领导者 只有做到自招明德 能够很好地了解自己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性 才能有助于 维持一种开明的局面 从而使人生 进入静的时代 那么在静的时代 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卦行 他是明处地上 那个明就是 他不但了解他自己 而且他知道别人 他也了解别人 他不但知己 而且知人 他对整个是洞察 很明白 而不会被蒙蔽的 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 都应该日处而坐 把握这个宝贵的时间 大涨常财 所以孔子说 邦有道 贫且贱言 死也 你在静的时代 你还在睡大觉 你还在贫穷 是可耻的事情 如果是在那黑暗时代 那也乐得不做 因为做只有 帮助人家做坏事 所以它这两个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这样大家才知道 为什么 静挂下面紧着的 就是明夷挂 明夷挂就是什么 就是安护天日 你看太阳出来的时候 大地很明亮 可是一转眼 夕阳无向好 快要进凡分 然后一下子 就掉到地底下去了 马上就按起来了 那个进度之快 往往出乎你 一调之外 在那种混乱的时代 袖手旁观 我们不反对 因为你一出手 你就是助纣 无语 虽然不好 但是在这种 大有为的时代 你不能够说 没有我的事 没有你的事 那就是耻辱 大壮的时候 你要把过剩的物资 去帮助人家 使那些幼小者 能够受到照顾 你这个静就会出现 你看现在不是啊 现在大国 是欺负小国 我有钱 你就要听我的 我有事 你就要照我去做 不然我就打你 他就是不了解 大壮是什么回事 然后你会知道 这个国家 一下垮下来 这太多案例了 你看历史 你可以看出来 像英国也好了 把全世界殖民地 弄到日不落国 那是大壮 那谁能够跟他比 可是呢 他只有从殖民地那边拿钱 得到自己的好处 他也没有办法帮助人家 结果殖民地一个一个没有了以后 他一下就下来 你现在去英国看看 我们不敢说他是民意 最起码也是很幸福 那我们中国向来不会这样 你看 我们有很多朝代 尤其是明朝 为什么他叫明朝 就表示他的确有很多很开明的地方 他规定 我们临近的国家 我们不能去打他 所以我到马来西亚 很多人就问我 你们中国真的那么早就到马来西亚 我说你看政革的事迹在这里 他说不相信 我说你不相信什么 他说哪里有你们中国那么早到这里 你不把这里当做殖民地 我说我们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只说大家认识的 交个朋友 你又说来看看我 以前叫朝贡 朝贡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来朝贡我 那中国人他这个明到什么地步 明到你来朝贡我 你送我一百块钱的礼物 我送你五百块钱的回礼 那其实外国人很有兴趣 一来朝贡就几百个人 而且想到就来朝贡 搞得我们这么小 所以规定说不能 久久来一次就好了 而且一次来不要朝贡团太大 我们是不是要 我们是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很懂得大壮 很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维持 这个禁的局面 禁是什么 禁就是开明的一个大环境 禁挂上离下坤的挂行 告诉我们 只有始终做到自招明德 在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 才能实现并维持 从大壮到近的开明局面 然而生活中处处存在着不平等 处于不同立场的人们 对同一事物 也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看法 那么在这种存在着意义的情况下 我们又可以怎样的方式 来进行自招明德呢 你读完一经你就完全了解了 一进行做出来 有人看这样就有人看那样 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问心无愧 你看太阳升上来 有人说怎么那么热 有人说好久不下雨了 有人说我自己想睡觉 你那么亮 还是有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太阳它只要普照大地 它没有失心 它就不用去担心这些 各式各样的意见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 就是要你光明磊落 就是要你自招明德 自招明德 现在的话就是我凭良心 那至于你怪我 你认为怎么样 那是你的事 我心爱你的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自招明德这四个字 那是做人的根本 人都有良心的 只是你被乌云蔽日 把它挡住了 你看不到自己的良心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明 自招明德 就是说你的心里 有一座 它真正是 二四四小时不停 全联无休的广播电台 叫做良心之声 可是你从来不听它 你会听外面 你会看外面 因为眼睛是望外看的 你从来不问你自己 你就没有自招明德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只要你能动不能进 你就糟糕了 你就越来越脱离现实 你就越来越不明白自己 你根本没有办法 走路进挂的 没有办法 一个人 能动是很重要的 能进是不可少的 安静下来 想想自己 看看别人 然后你知道我该怎么样 加强 那就叫进 那就叫进 但是进不是盲目的向前 盲目的向哪里 不是 我们现实有点盲目 你看那个方向搞不清楚 反正有机会就冲 有钱就赚 有什么就赚 还有一句更可怕 有热闹就挤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这样 结果挤出很多问题来 你有什么好挤的呢 不行 这个难得 所以有时候 外国人会觉得我们很残忍 一个车祸 人家在那里清晰惨惨的 好好回来一大堆 七嘴八舌 看热闹 这个就是没有制造命的 没有 制造命令要知道这个时候 最好不要去干扰人家 增加人家的困难 还有一件事情 你看家里办喜事 固然希望很多人来热闹 可是不幸家里办丧事的时候 哎呀 所有人都来 那你在干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人都就是好 当然有他道理 但是有些事情 纯粹的 是来 说难听一点 是来为了自己 你看很多人就是说 这个人上礼 我不能不去 不去就说我身份不够 那我去那边呢 我并不是吊上的 我是看谁来的 我就跟他盼盼关系 打打招呼 所以这是一个吊伤的场合 还是很多人 好几毛钱啊 讲得嘻嘻哈哈的 没有制造民德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真的很普遍 犯到这些毛病 他主要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说你大壮以后 你要用禁挂来做你的指引 否则的话 你就会烦恼多多 制造民德 才是尽的正道 最起码 最根本的修养 四个字 宽以待人 宽以待人就是 言以律己 对自己要严厉一点 对别人要宽厚一点 你看他六个窑的过程 应该可以比较清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个人 谢谢大家